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尚界拥有着霸主地位 其独立个性同时又散发出女性的光辉和性感 让她不仅成为各种时尚杂志和梯台竞相邀约的宠儿 更成为了不少设计师的灵感谬思 两位女神同材争艳究竟哪一位极高一筹呢 8月25日晚刘嘉玲、Kate Moss以及品牌CEO兼设计师Nikki 齐齐现身上海为代言人Kate Moss与该品牌合作 推出的精选作品发布站台 大家也都默契穿上了Kate Moss精心挑选出的新装 想说也是各具风情呢 嘉玲姐一贯喜爱热烈醒目的色彩 因此她特别选择了翠绿亮皮小外套 搭配装重的黑色内搭和短裙 显得充满个性又不是女人味 而把外套披上身也更彰显出柳嘉玲的女王气场哟 果然在国际友人面前嘉玲姐也是妥妥的气场逼人啊 而Kate Moss则延续其钟爱的大胆而又女性化的风格 黑色皮衣搭配紧身裤的造型显得十分帅气利落 虽然简单但依旧有着时髦的小心机 白色衬衫与黑色内搭黑色皮衣的混搭 则柔化了外套的刚硬更添女性的柔美哦 想说时尚爱抗就是时尚爱抗 简单服装搭配出高级感才真真是厉害了呢 女神们凑在一起除了比美还可以聊聊时尚精 想说大家都是走在潮流尖端的人物 这嗨聊起来也是气氛热烈哦 瞧这檀香扇不仅可以扇风还能凹造型 想说女神们凑在一起拍照也是花样百出样 不知道Kate Moss最后学会的那招美人眼面 有没有几分古典的味道呢 想说这个小道具也是为佳琳姐的造型加分不少 所谓中西合璧想必说的就是这样的混搭吧 或许是在众人的镜头前无法深聊 女神们索性端起香槟酒杯 转往另一处更私密一点的包厢继续她们的话题 想说咱嘉玲姐的时尚触觉也相当宁锐 或许未来针对亚洲市场 不妨可以邀请她来做一个挑选 想必会有意想不到的火花蹦出哦 除了在时尚领域颇有剑术外 嘉玲姐的演艺工作最近也是动作频频 最近她一直都在香港赶拍贺岁新片 《我的情敌女婿》 就算刮台风依旧不影响她的工作 据说在台风夜 嘉玲姐仍赶快到凌晨四点 再挂八号风球前一刻才收工 第二天一摘下十号风球 嘉玲姐又马上复工 继续和任达华为诗亚一起拍摄 该片一场相亲的重头戏 想说女神也是够拼的呀 除了这部电影 她同时还将加入到电影 《真三国武装》中搭档王凯寒登哦 虽然角色还在保密中 不过据爆料 刘嘉玲很可能会扮演之前曝光的原创角色 祝剑宝堡主 全新的角色 全新的作品 值得期待哦 上海报道